色違噴火龍REMASK FUN 玩卡遊戲的人很多 但有一部份人會買卡回來收藏 包括我也是 我在前年12月寄了一堆卡 去外國鑑定 經過一年有幾個月後 我們的卡終於回來了 它都包得很厚 外面是一大層的波波紙 被我拆了 然後它還會用這些帳筋去綁住它 我傳過去好像是約20多元美金 但過了一年半後 它傳了一個電郵給我 告訴我他們加了價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實際上一張卡 需要35元美金 運費就90元 這次總共設計了26張卡 我自己就只有9張左右 其餘都是幫帝子送的 所以一大部份的卡不是我的 我們第一張 這張是我的 我全部都在這套包著 黑色的戰鬥暴龍獸 好像有點反光 我先轉個位置 我們第一張黑戰鬥暴龍 9分 我寄BGS 我自己覺得BGS的殼 平分位置會比較漂亮 比PSA比較漂亮 因為PSA用白色和紅色 好像很便宜的感覺 BGS這間供應是比較嚴重的 評分評卡的公司 PSA比較鬆手 所以大家都會有一個標準 如果你是BGS 降到9分的話 其實就等於PSA降到9.5分 如果你是BGS降到9.5分的話 其實就等於PSA降到10分 你還會看到 我們上面有四個細項 包括有 自中度 邊緣 角 以及你的表面分數 我這個表面分數 我這個表面分數拿到8.5 所以代表 可能我抽卡的時候 又刮到表面也不定 我已經很小心了 但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抽卡的時候 一張張掉出來 可能掉出來的時候 就是背面和正面的時候磨擦到 可能導致這個分數低了 但BGS拿到9分是非常好 所以有9分以上 我都算是非常滿意 第二張 一樣都是數碼暴龍 BT02的隱藏意圖 我天地獄獸 我們的至終是Centering 10分 邊緣9.5 角9.5 表面9 都是表面的問題 抽數碼暴龍卡 一般我們各位都會有廠商 其實我當時寄過去 我會比較擔心 各位拿的分數會偏低 但沒想到 原來是表面的分數 我們是最低的 但這個總體是拿到9.5分 非常不錯 第三張 這個莉莉艾 不是我的 這個是弟子的莉莉艾 9.5分 莉莉艾一張和黃色的元素 配合這個標籤 是金色 挺合襯的 整個套裝很漂亮 遊戲王就是我的 遊戲王只寄了兩張 一張是紅眼黑龍 一張是黑魔道士 首先是真紅眼黑龍 9分 這個又有點慘 原因就是真紅眼黑龍這個卡 它是一個獨立的卡包裡面 即是你只要有這個卡包裡面 一定是這個紅眼黑龍 我即開出來 即入圖 但表面都9分 各都9分 會不會其實 他們本身的表面都會有傷 不關我開的卡卡 這個不知道 遊戲王 那應該是黑魔道士 這個是我 What Steel 開到的Legend的黑魔道士 Surface 8.5 都是表面的問題 看來他們這次的表面捉得很嚴 我自問很疼卡 很小心地開 但表面都會這麼低分 總體9分 我為什麼會記What Steel 原因就是 我相信 What Steel 比較少人玩 很快就沒落 當一個東西沒落後就好稀有 稀有之後就會升值 所以 它是會升值的 下一張 LiLi艾 又是9.5分 喂 我記的那些全部是9分 弟子記的那些全部是9.5分 完美的9.5分 不過的確Pokemon卡的質素 是會好一點 它會比較容易得到高分 即是沒有什麼創傷 所以Pokemon系列得到高分 都合理的 下一張 東東鼠 這個是HR版本的10分 我們今天第一張10分的卡片 唯一就是Center 拿到9.5分 如果是完美的10分 它這個標籤會變成全部黑色 這個很可惜 只是輸了一點點 這個至終 東東鼠本身是沒有什麼收藏的價值 但這個弟子很喜歡 所以他就記了這個 下一隻 又是東東鼠 這個東東鼠就是比賽的時候抽的 我也有一張 但那個弟子有很多隻東東鼠 有年號的 所以決定把年號給他 這樣抽一抽 好像是這張 這張在賽場一抽的時候很稀有 那時候炒到上1000元 大家都覺得這張東東鼠很可愛 而且一定要去打比賽 還要抽中你才會有 然後馬利 9.5分 Torna是拿到10分 其餘也是9分至9.5分的馬利 我自己覺得會佔日文版或者英文版 會比較保證 中文版我覺得還好 可能賣出的機會會低一點 看看外國人喜不喜歡中文版 下一張 東東鼠 這個就是沒有年號的東東鼠 始終是10分 Corna是10分 其他9.5分 非常可惜 差一點點 拿到這個10分 比卡超 這個就是禮盒裡面送的比卡超 9.5分 他還好像有一個是朋友 一堆人物 那個都好像很貴 這個都不是我的 下張 這張是我打比賽抽到回來的 都是表面9分 奧米加獸 數碼暴龍的全部都是我的 為什麼會佔奧米加獸呢 就是 我當他是數碼暴龍裡面的貧火龍 我會嘗試留一張奧米加獸 看看自己會不會升值 我忘記了是否是BT06 有一張奧米加獸是很限量的 外面炒到萬多兩萬元 代表奧米加獸應該都算是一個標誌性的送花暴龍 所以我就投注了到他 下一張 噴火龍 9.5分 色違的噴火龍絕對是值得鑑的一張卡片 應該都會有一定的價值 日版也是比較好的一個版本 平均都是9.5分 9分的咚咚鼠 這個是普通版的 沒什麼特別的 這張好像是我的 蒼響金色的9.5分 這次的服務是10 代表什麼 我抽卡是沒有問題 真的是卡本身的質素問題 一定是 再來 好 這就是剛才我說禮盒的另一張 很多人的那張 但這張很可惜 表面拿到8.5分 導致他整體的評價拉低了 只剩下9分 否則其他有9.5分 10分 10分 這個起碼都是9.5分 這張也是非常貴的 就算沒有鑑過 也是很貴的 洞洞鼠 9.5分 這個是SR版本 又是禮盒的 又不是我的 驗盾禦三家 再加一隻比加超 糟了這個叫什麼 我突然忘了這個叫什麼名字 有一個人在喊那個 9.5分 這個也是比較難入手的一張卡片 是需要去日本Pokemon Center 買某些東西送的 這張不是我的 欸 比卡超 這張是我的 9.5分 OK的 有9.5分 這張比卡超 更加難入手 因為這張比卡超 我是託我日本的同學 在這個美術館裡面 你要入場 你才可以拿到這張比卡超 所以在這個系列裡面 比卡超是最難最難入手的一張 這個9.5分 相信可以買到一個不錯的價錢 沒錯 我還有一張 因為我叫他找個朋友和他一起去 但這張是9分 我大概知道為什麼這張9分 原因就是我有兩張比卡超 有一張我是零零射射 我換了很多次套 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大概知道自己的壞在哪裡 因為那時候有卡磚和卡夾兩個給我選擇 最後我選擇用了卡夾 因為卡磚會有虛為 有機會把卡是會偉移的 那偉移的時候 撞到一些邊 撞到一些角 就會影響他的分數 所以我就是 在卡磚換卡磚 卡磚換卡夾之間 就令到他低分了一點 古月鳥V 不用問 這張是我的 誰會鑑古月鳥 就是我 真的自己收藏 一定不會賣得出的 8.5分也不是一個高分 我覺得起碼叫做9分才叫做good 如果是7分至8.5分 我叫做普通 最後三張 最後三張 瑪莉 所有雷雷都不關我事 我對雷雷是沒有興趣的 9.5分10分10分9.5分 總成績9.5分 然後 然後 超夢 色違版本 日本版 9.5分 都有價值 但是沒有去到噴火龍那麼厲害 那時候我看到外面的回收價 可能是一兩年前 回收價是四五百元 所以 它本身也有價值 再加上鑑完之後 它可能也有千多二千 好 最後一張 各位觀眾 色違噴火龍VMAX 10分 不是我的 好可惜 邊緣 9.5分 代表其中一條邊可能可以 好 我找到了 可能是這個位 這個位 可以細心一提 很輕微的 有兩個很輕微的凹凸位 導致它這裡 拿到9.5分 差一點點 拿到黑色的標籤 嘩 好可惜 但噴火龍 色違 VMAX 日本版 拿到10分 這張值錢 那現在我就分開哪些是弟子 哪些是我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究竟減了哪些 做一個分類 先給大家解釋 為什麼我們會去鑑卡 因為如果我們鑑了這些卡片之後 它不是在一個盒裡面 就算它在盒裡面 掉色 什麼 炒了 有這些事情發生的話 它都依然 會是這個標了分數的價值 你只要盒沒有打開過 它就是這個分數 那本身我還有很多的數碼暴龍 有03 它不是有一些意圖是連畫的 打算拿去寄的 後來想想 我連畫如果要寄十幾張 哇 超級貴 然後後來放棄了 還有現在鑑BGS 好像說只是接這個快單 它會貴非常之多 我現在寄的這個是經濟版本 需要的時間會長很多 本身它就說三個月至半年 現在拖到一年又三個月左右 三四個月左右 那最後給大家看看我的卡片 究竟有什麼 那首先我有這個 墮天地獄獸 這個 黑色戰鬥暴龍 真紅眼黑龍 黑魔道士 東東鼠打比賽抽的 基拉奇打比賽抽的 奧米加獸 只是搏一搏 金蒼響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寄這張 我一想想都有點後悔 最有價值應該就是比卡超 還有我用來收藏的古月鳥 我鑑古月鳥的概念 跟弟子鑑東東樹差不多 我這次總共寄了11張 我都寄完之後 有抽到很多新的想寄的卡片 可能會等它有經濟套餐 因為始終這些卡片 我們 就算寄得快 你拿回來買 你的價值短期內 都不會升得很厲害 我自己覺得這些卡片 是需要擺一擺 不需要太急 所以最值得玩一定是寄你的經濟 整體來說 這次選回來的成績 我都非常滿意 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只要有9分以上 我都算是好 因為你9分就等於PSA 9.5分 而且BGS的框也比較好 所以我都非常滿意 相信我們下次再看到 這一類的影片 或者我再拿到記錄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過了好幾年 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和share給你朋友一起看 還可以加上門下弟子 朋友可以按下訂閱 訂閱頻道 還有鈴鐺接收直播 和影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再見